今天给孩子做了奶香小馒头 松软香甜 还有鸡蛋和牛奶的营养 一口一个 可爱吃了 做法也特别简单 准备350克面粉 打入两个我下的鸡蛋 100克明天就要过期的牛奶 10克食用油 10克白糖 3克酵母 先搅成面絮状 再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这个时候准备一根香蕉 切成片备用 一个小红心 对您来说 只是动动手指举手之劳 对我而言 却是开心一整天的事 这个视频 麻烦您点个小红心吧 非常感谢 面团不用醒发 直接分成三个面剂 擀成厚一点的面片 先切成长条 再切成正方形的小方块 盖上保鲜膜醒发30分钟 醒到体积明显变大 放到锅里 不用放油 用小火煎 煎到一面上色了 多翻几个面就熟透了 就这样做的奶香小馒头 给孩子当零食 比买的可健康多了 喜欢的赶快学着 给孩子做起来吧